嗨,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W电影随机 看电影可说是现代人一个非常主要的休闲娱乐 会看W影片的应该都是常跑电影院的人吧 所以今天要来问问大家,大家平常都是去哪里看电影的呢? 一般来说,微秀是全台据点最多的系统 底下歌影厅的设备水准都是中高以上 应该也是最多影迷们最常去看电影的地方吧 基本上在高雄大圆百微秀算是很好的享受了 但现在新影院是一家开过一家 每一家电影院也是发展出不同的特色 在去年12月底新开的花莲新天堂乐园微秀影城 iMAX萤幕有21.5公尺宽,12.04公尺高那么大 巨大的萤幕是大家观看大致做爽片的一大享受 在之前也有去参加花莲威秀的首映会 看的电影是最近很夯的大王蜂 而花莲威秀iMAX是采用了新一代4K镭射翻译系统 除了表现出更绚丽鲜明色彩 可以看到更真实更逼近现实的光影之外 还可以体验全新12.1声道环绕音响 真的很羡慕是全台数一数二的全新享受 说到iMAX的雷射翻译系统 简单说就是能够提供更大更高解析度的电影翻译系统 像我们现在买相机拍照片 都知道要挑高像素高解析度的相机来拍照片那样 因为那样可以拍出来更清晰更漂亮的照片来 而iMAX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概念 可以想象一下在电影院那么大的剧目之下 iMAX是能够提供比一般的翻译技术 更清晰的画质表现更多细节 可以呈现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缤纷色彩 更高的对比度来感受更真实的画面 但如果还要在搭配上超赞的音响效果 就是一整个看电影的完美组合 而且现在眼神不只是拼萤幕大小音响设备而已 更多功能的影厅更可以符合不同的需求 像在新开的花莲微秀还设置了SGNT A Plus 沙发厅 可以提供能够看剧场表演听歌剧的场所 或是更舒适更尊容奢华的享受 甚至花莲微秀也提供不同形式的包厅服务 还有进行主题式的活动等等的 是可以为公司团体提供更符合需求的特制服务哦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吧 所以说大家来到花莲如果有时间的话 安排去花莲微秀看电影 现在也变成是一个相当热门的安排咯 平常在高雄看电影的地方大部分是在南高雄 像是在草芽道的梦时代的电影院 还有大圆摆的威秀都是常常去报到的地方 而其实我个人看电影是重视已经享受的 通常会跑去电影院看的电影 首选当然是那种大制作已经特效的商业娱乐片 不要误会个人也是蛮喜欢无意剧情类型的片 不过既然都要花钱了 就要享受超大精致画面 浑厚且爆发力十足的音效音乐这种的 之前学生时代就已经是跟同学常常跑电影院的 像是十全路、大树路、三多路 甚至是新绝江那边的几间电影院 开始工作赚钱之后就会比较想挑好的影院 像在高雄如果是强挡大场面的电影 就主要还是会去大圆摆的威秀看咯 除了是看电影之外 现在影城也都会集合卖场周边一些文创四集 或是艺术展览等等的 像花莲威秀 现阶段旁边就是一家相当有特色 用白色护柜堆起来的星巴克 里面还有全球室内最高螺旋立体 轻子溜滑梯 未来还有更多新奇有趣的设施 所以说现在大家去影城也不只是看电影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想要去随便逛逛走走的好去处 以上大概就是我平常会去看电影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又是喜欢去哪里看电影呢 是会选择陪幼大碗的 还是跟我一样喜欢追求高级影享受的呢 或者不爱出门都只是窝在家里看电影的类型 欢迎一起来分享大家都是在哪里看电影的呢